刚回暖但今天晚上又有冷气团报道 加上封面影响 北部东北部转为短暂正雨 预估要一路冷到星期二 最低温11度左右 不过好消息是小年夜就会逐渐回暖了 除了东半部可能有雨外 全台渴望放晴到初三 返乡出游更舒适 灰蒙蒙的天气似乎随时要下雨 跟星期六阳光普照真的差好大 尽管周日白天温度没有太大变化 但到了晚间温度又要留滑梯 中南部地区仍然是属于日夜温差大 日夜温差可以达到10度以上 冷气团报道加上封面影响 北部东半部都可能出现短暂雨 温度方面北部低温12度 中部因为辐射冷却效应 最冷下探11度 南部与东部在13度 估计冷天气要一直持续到星期三小年夜清晨 白天才会回暖 除夕到初三 预估北中南部都是晴时多元的好天气 白天高温甚至可以到26度 东部则有短暂雨 但全台日夜温差依旧不小 除夕到初二呢 虽然天气蛮不错的 但是西半部地区可能在清晨的时候 会有局部雾或者是低云发生的现象 所以提醒南来北往开车的驾驶朋友 一定要特别留意自身的安全 老天爷给大家过年礼物 到时候阳光公公肉眼微笑 不管返乡出游心情会更好 新唐的雅界电视综合报导 真正的电视剧 感谢观看